第二符 是孝尘符 你入佛门 受持三规 举足终界 不凡为宜 第二符 就三句 三规 是受三规 是真正如佛门 我们受了三规 有名无是假的 你的真正做到 规是什么意思 规是回头 回头是安 意思依靠 规以佛 佛的意思是觉悟 规以佛 它的意思 真正的意思 是我们 从迷惑 电脑 回过头来 以自信救 不是以外头 以自信救 你才真正能大智大悟 明信皆信 佛呢 佛帮助我们自信救 佛已经救悟了 他是过来人 他有经验 他有方法 他的经验方法 值得我们学习 值得我们参考 我们用这个方法 把自信救 找到 这叫真正归佛 规以佛 佛是自信正 正知正见 我们起心动念 没有偏袭 没有过失 正知正见 佛知佛见 法华经上 开佛知见 世佛知见 悟佛知见 入佛知见 这是鬼法了 佛是自信救 法是自信正 身是自信清净 这三归 是归以自信 三宝 这才关用 不是外面 外面没有 外面佛法 孙是假的 与自己不相干 自己认真学习 把自信里面的三宝 这是我们真正依靠 他出现了 这成佛了 我们现在天天念三归 为什么呢 我们的自信三宝 没念出来 天天念 天天不要忘记 现在我们确实 是无比殊胜 也是无量的幸运 我们遇到 尽宗法门 尽宗法门 这一句佛号 全解决了 全摆平了 自信俱乐 自信正 自信清净 都在这一句佛号上 一句佛号 所以 弥陀一佛 说满 无边行得 所以快说 满是圆满了 往生西方 第二世界 就争到了 这一句名号 具足无量无边行得 圆满的 没有欠缺的 这三归 出家人 他修的怎么样 与我不相干 我感恩他 感恩他什么 我一看到他 就提醒他 我要归于圣 圣是什么 自信清净 提醒我这一段事情 这就是他对我的恩德 他剃了头 穿上出家人的衣服 我们一看 这是圣 马上就想到 自信清净 也沉不然 表伐的嘛 看到经书 就想到自信真 然后不是经书 什么书看到了 都想到自信真 这就对了 那都叫伐嘛 世间伐 出世间伐嘛 只要看到 伐这个字 就是自信真 只要看到佛 不管什么佛 佛像也好 佛的名号也好 提到一个佛 我们就 想到 自信 旧 他提醒我们 所以这个 主持三宝 尼苏 木雕 才华 的佛像 菩萨像 阿罗汉像 都有提醒我们的作用 我们供奉他 不是把他 不是把他当作神明 看待 不是向他求福求会 向他祈祷 不是 供养他 供养他 是他提醒我 如果没有这些 摄氏 我们会把三宝 忘掉了 早晨起来 家里有个佛堂 供奉着 佛 佛杀现象 你看到 归一自信三宝的念头 就起来了 着用这次的 遇到麻烦了 烦恼了 忘念起来了 邪念起来了 怎么办 看看 佛菩萨的像 看看 这些经典 心就平了 想到的时候 佛对我们的教诲 我们要认真 学习 这就真正归宪